大家好,我今天就玩女帝的后宫 想要跟她讲的手厨 手厨 手厨是有奖励啊 那这游戏的手厨到底是什么呢 这游戏的手厨真的超美的 我超喜欢的 这游戏的手厨呢,就是 血轮龙,玉角龙 我真的有点受不了了 我就觉得这游戏真的是一个 很猛的游戏 而且这边还可以看她的剧情 超棒 然后她就是,你手厨之后 你就是可以到一个华府 然后还有 等一下喔 到底谁给我简讯啊 就是你可以有一个华府 然后还有这个玉角龙 对,序号礼包的兑换教学 等我一下 有序号吗 这里 OK 然后我们继续实况 然后这边你可以选秀 这边其实就是她抽奖的画面 这边你可以抽这个选秀 选秀 这样子 然后 然后 对,你看我们就抽到了潘安 那已经有点真知道了 然后 它这边有个皇宫啊 你就可以养心 你就可以对角色进行方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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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就可以增加亲密度 不错 不错 诶,超线王要马上按上一 是吧 我记得它是不是有一个上限啊 像这一只就是今天得到的 嗯 我这样就变成我们的妃子了 是不是 然后这边它就怀孕了 诶,所以我们可以把它一直探索 一直探索 但像也没有我们探索的 但像也没有规定说 我们要探索几次 就可以一直重新这样 哦 因为它其实也太好 深了吧 诶,奇怪 为什么它的角色都是男的啊 诶,奇怪 诶,臣妾 对不起是不是有点奇怪啊 应该是以男生为题材的一个游戏 所以它的角色都男的是不是 诶,可是为什么这一只都还没生 哦,因为它生病了吗 哦,因为它生病了吗 哦,翻牌子翻到生病了 所以生病了就不会生 这样子 暈倒了我 这个是养性垫 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生出来的儿子 那你就可以每个就可以四名 有没有 好,生出来的儿子它就直接在这边了 然后你看这一只就长大了 有没有 然后这边还有离婚 离公啦齁 然后跟遗租这样 非常有趣哦 因为这边你可以做一个上证 好,就可以把我们抽到角色做一个上证的动作 那你这里呢 好,可以看一下它有什么系统 那点这边呢 你就一句生 奇怪,这到底是bug 还是真的生不起来 可能是因为我们的位置满了吧 我觉得 对啊 而且它很像也没有格子那种 那种东西 那平常怎么玩 平常就一直尻 那你就点挑战 那你就点开战就可以了 那你就点开战就可以了 好啦 有没有 其实蛮旅的可是 好,各位拜拜 这个还蛮适合女生玩的 因为它是重庆男生嘛 就是 随便你们 但男女都可以玩 很不错 因为它角色是女生 女生去重庆男生 应该是 可是 当然我不知道它会不会出女生 会不会出女生的妹子啊 我这个游戏 我真的觉得它的美术做得不错 好吧 我们今天主要讲美人鱼 连美人鱼都是男的啊